哈喽大家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做 装备图 没有啦 是早安问候图 那我们今天蛮特别的就是用ChartGPT来制作 你会发现做到最后呢 它已经超出这个早安问候图的范围 因为它的用途实在是太广了 就除了我们一般常常看到的早安啊 节日问候之外 其实你可以自己客制化你要的背景跟文字 它的背景你可以要 例如说大峡谷 美国大峡谷 美国黄石公园 或者是北极的极光等等的 就是你想要怎样的图片都可以 你还可以自己加任何你想要的文字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ChartGPT深图 它不太能写太多很复杂的文字 但是呢 因为像这种 长辈图它里面的字其实本来就不会很多 所以非常适合用ChartGPT来做 那我们今天呢 就直接来看一下 如何制作尺寸你自己的长辈图吧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指令哦 非常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在ChartGPT里面输入这一串字 制作长辈图 然后你的用途加上直接生成 那这用途呢 你就可以写 例如说早安问候啊 晚安问候啊 什么节日啊 你就直接填进去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版本 我们等一下还有进阶版哦 那我们这样直接输入进去之后呢 它就会给你 例如说大家看到的 画面上面的这种图片 就例如说 这个还蛮基础版本的吧 就是感觉是真的还蛮常看到的那种感觉 那这个呢 这个虽然它是很简单 但是有没有发现它的背景是大峡谷 那其实它的客制化程度非常的高 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对话呢 就是我叫它制作长辈图之后 它就这边给了我一大串的选项 就是不一定每次输入 它都会给你这些选项 但是大家就是可以参考这边它讲的 例如说 你可以生成祝福类的啊 然后节日类的 宗教类的 那除了它的种类主题之外呢 你还可以再客制化你自己的设计 那这个设计盘盖的层面又更广了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背景啊 文字啊 色调啊什么的 其实你都可以自己选 只是我们今天 比较把它框陷在一个长辈图的主题范围内 就是以我们 就是稍微年长者比较喜欢的那种风格 它 你跟它讲长辈图这三个 它很快就会抓到那个风格 对就是其实 其实你在跟它下指令的时候 你是越白画纹就是不要纹皱皱 不要想说要绕路什么的 你直接跟它讲你想要做什么 越直白它反而效果越好 所以例如说呢 给大家看几个例子哦 例如说这张图我用的就只有 莲花早安这四个字 就我前面有说我要生长辈图 啊我就是直接给它一个主题 叫做莲花早安 它就生成这张图 或者是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大峡谷的哦 大峡谷我说呢 长辈图然后住平安顺兴 背景是大峡谷风景直接生成 是不是超级简单 非常简单 你完全不用自己拍板 它就会自己帮你拍好 然后这边呢是励志小语型的 就我直接说美丽风景配励志小语 就是你今天对于要怎样的设计 没有什么想法 那你只是想要一个粗浅的 比较广泛的美景 这两个字的话 它也可以帮你生成这样子 非常好看的景色 好然后再来一个例子呢 就是由阿里山日出背景的经典早安图 这是一张非常非常简约 然后感觉很常看到的这种这种设计 那里面的字呢 如果你不喜欢 其实你也可以指定它要写哪些内容 然后这边呢是一些捷径类的例子 例如说端午节 我这边是比较粗钱的讲说 用经典的风景当背景 啊你今天想要怎样的景色 例如说阿里山啊 什么太平山 什么极光啊 或是中国的什么山水啊 什么你都可以直接跟它讲 好然后再来这个例子呢 它就比较不是传统我们说的长辈图 它这个是比较 文青可爱海豹风的这种这种图喔 其实这种图也是非常的好看啦 我觉得有时候审美就是每个 每个世代不一样 就是每个 每个世代喜欢的那种配色啊 或是构图不太一样 那这种可能会是 比较小朋友会喜欢的吧 就像我这种 然后再来看一个例子呢 是这个幽默长辈图放肆又有梗 然后我觉得它写的真的蛮好 我的指令真的就只有这一行喔 然后它下面就给了我这张图 它上面写说 这你看靠不行算什么 存款才是真正的原型 就其实也真的还蛮有梗的 就是像这种梗图呢 你都可以叫它做 然后像是家里想要开玩笑什么的 你今天有一些 inside joke 这叫什么 自己小圈圈内的一些笑话什么的 你也可以直接叫它 用这种方式做出来 就是你就大概讲一下你的主题 然后它就可以帮你用 找背图的方式做出来 接下来看到这个例子还蛮特别的 来看一下我的指令 我说制作经典台湾长辈图 叫儿子早点回家直接生成 没有错 这个就是我的主题嘛 然后它今天就生成了这张图片 我觉得还不错耶 我觉得其实还不错 只是看到会会心一笑这样子 儿子早点回家 慢慢在等你呢 有没有发现 其实有很多AI的新功能 都只有在美国才能抢先体验 像是Chat GPT最近刚推出的购物功能 可以直接在聊天里面搜寻产品 比较价格还可以直接下单耶 还有Google的AI Ultra订阅方案 提供更强大的G9模型 还有一堆实验功能 结果这些只有美国先开放 但是如果告诉你 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你瞬间变成美国人 想先体验最新科技 你相信吗? 前几天我想要试用Chat GPT 这个新的购物功能 结果发现台湾根本就还没有开放 但是我用了SurfShot VPN 一秒切换到美国伺服器 马上就能体验到这个超酷新功能了 BPR呢简单来说就是虚拟的私人网路 让你看起来是直接从其他国家上网的 像现在呢我打开SurfShot 选择美国伺服器 连接之后呢我的IP地址就变成美国的了 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 1.体验去RGBT的购物功能 直接在聊天室比较下单 2.订阅Google AI Ultra方案 使用最新最强的Gemini模型 3.解锁Netflix、Disney Plus 其他地区的独家内容 4.买机票订饭店的时候 避免被价格歧视 有的时候可以省上好几千块耶 SurfShot最棒的就是一个账号 可以同时在无限多个装置上面使用 我的手机、电脑、平板全部都能连 而且在全球超过100多国家 有3000多台伺服器 连线速度超级快 现在使用我的独家优惠码AppleMate 或者是优惠链接SurfShot.com slashAppleMate 就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的SurfShot服务喔 链接我会放在资讯栏的第一行 赶快去体验全世界的网路自由吧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做这种图片超级简单 你是真的就是非常直白的概念 说你今天要做什么 它就会直接给你 那有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生成出来 会像这样子有点咔到 那是正常的喔 就是我觉得TRAGEB很常会咔到图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像我今天已经升级Pro了 对我又把它升级回Pro了 因为今天要生成图片 发现那个额度不够用 Plus好像才10张以内吧 然后因为今天要做这部影片 然后就想说要一直升图 然后就又再升级了一次Pro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比较进阶版的这个提示词喔 就是制作台湾奖备图 然后文字指定 然后背景指定 直接生成 对这其实也是算是非常简单 那里面有一些细节 你也可以继续细调 但是TRAGEB其实没办法做到就是说 选字型选的太精细 就是说你今天直接跟他讲说什么 粗线题啊 粒线题啊 可能就不行啦 好例如说我这个例子是 制作台湾奖备图 婴儿满洲税 然后温馨的风格背景 直接生成 其实这边如果你不在乎那个 那个风格啊 就是你今天是想要比较小文青风的 你就把这个奖备图 改成你要的图片风格就好了 而且是讲大概就可以了 比如说日式文青风啊 或者是什么简约 简约美式风等等的 你就是自己换成你想要的风格 那我们这边来试看看他给我有怎样 他会给我怎样的长辈图 这效果看起来很不错耶 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个风格的 就是有一点复古 但是又不至于那种颜色太鲜艳啊什么的 他其实画的蛮好看的 这张很不错耶 我喜欢这张 就是我觉得他的配色很不长辈图 就是还蛮现代的 然后他的手绘风格也是很可爱 然后整体的设计感我觉得还不错 就其实这个已经不是长辈图了 他就是比较现代风格的平面设计 只是这个字体是有点复古的感觉这样 而且现在又流行复古风啊 所以这样子综合起来就还蛮好看的 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已经招出那个长辈图的范围 就很容易 因为确实是他里面的资料裤 可能也是大部分都是 比较现代风格的这种图片作为参考 所以你想要设计任何东西 你进来设计呢其实出来的效果都不会很差 就是他的审美是有一定程度在线的 好再来看另外一个圣诞节的例子 好这边呢我用的关键字是制作台湾倒霉图 祝圣诞节快乐 有粉红极光圣诞春的风格背景直接声称 然后他就给了我这张图片 那这张图片很明显嘛 就是他这个字写错了 这是难免的啦 就是因为Track TV它毕竟是深图 它不是很专业的编辑 像Photoshop那样子编辑的一个软体 所以难免是会有一些问题 那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呢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张图片 你就是可以直接丢进Photoshop 自己去把它修掉 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不过更快的方式 你就是直接再生一张就好了 我们这次来试看看制作贺卡 然后祝圣诞节快乐 就过年过节的时候 有时候传传LINE啊 用这种图片的方式传给 传给其他人祝他们节日快乐 其实也是蛮温馨的吧 圣诞节果然还是西方的节日哦 他这样子写出来就 就是他的资料库里面呢 这个圣诞节贺卡 应该是大部分都是英文 所以他就用英文来写 还不错啊 还不错啊 粉红色极光的圣诞春 那好像少了一丝温馨的感觉 大家会不会觉得 好像有一点阴森哦 所以其实做这个长辈图 它最基本的就是 你可以自己去选说 你想要怎样的背景 然后你前面的字 你可以自己去指定文字 或者是你可以给他一个大概主题就可以 其实他的玩法还蛮多创意的 所以今天呢 教给大家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制作长辈图的提示词 就是告诉大家说哦有这个用法 如果你有买付费啊 或者是免费 好像也有一两张额度之类的 你也可以去玩看看 还有讲到一个还蛮有趣的 就是因为他刚才不是给我一个选单吗 然后我就好奇说 这个幽默长辈图是什么意思 我就叫他生成幽默长辈图 然后他就给了我这张图片 他说你不求上镜 是怕失去你现在全都有的借口 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呛哦 这意思是说我现在太多借口了啦 就是我不上镜都是因为 你害怕失去那些借口吧 哇 这讲的其实也是也是真的 有到心堪力 有到心堪力 就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你好呛哦 春秋冰你好呛哦 而且我是没有指定文字哦 我就只说幽默长辈图这五个字 他就给了我这张图 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这些字耶 真的是 所以如果你们今天想要玩一些 比较有梗啊 然后想要看他把你呛爆的话 你就是也可以要求他 而且你不用给他太多的字 就是给他少少的字 让他自己有发挥的话 也可以得到这种非常好的效果 当然他这边有一个写错字啦 他这边应该是要写诗曲 但是他写成仙曲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小小的 准备图教学就到这边 那大家呢可以去生成之后 来跟我讲一下你们的心得 或是你现在就已经有在用Trash V 来设计一些东西的话 也欢迎一起跟我讨论 我们自己平常在做封面啊 做一些什么贴文什么的 也非常常用到Trash V的生成图片的功能 效果极佳 真的是极佳 嗯跟其他的生成图片比起来呢 我觉得Trash V更容易理解 你想要什么东西 就是例如说我们频道做了非常多 Midjourney的教学嘛 然后我今天又再回去用了一下Midjourney 因为我想要做出老高的那张图片 然后我就发现Midjourney 真的太难用 应该说它太细了 有点太专业 那如果是Trash V的话 它就是无脑使用 真的就是no brainer 所以两个东西呢 我觉得也是有不同的客群吧 就是Midjourney是想要比较细 然后比较天马行空 你想要做的东西 比较不存在于现实世界 它就很不适合用来做 嗯Instagram的贴文啊什么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就是iPhone 我之前呢 当然有曾经想要用Midjourney来做 例如说我的iPhone的封面啊 例如说生成一张iPhone16的萤幕好了 就大家知道这个动态岛吗 这个动态岛已经改几代了 然后Midjourney没有办法生成 当然这跟资料库是有关系的 而且还不止这个动态岛哦 你要它生成封面这件事情 本身就有困难 我是说Midjourney 所以它的 有点太难控制它的走向 而且今天是同一句话 你把它丢到3GBT的话 它就是听得懂你想要什么 它就可以生成这样子一个封面 你就不用花太多心思去琢磨你的 提示词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 ChartGPT长辈图教学 另外呢 我们开了一个AI LINE群组 大家可以扫着QR Code 进来跟我们一起讨论 AI相关的资讯啊 以及小技巧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